我们一般来说 这个咱们首先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对于咱中国人来说 他首先这个糖尿病的 发病我们一般情况下 手征的患者或者是 扶征的患者之前 治疗效果不佳的这一类 我们就要给他进行一个详细的 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病因的分析 比如说有的患者 他的这个选糖控制不佳 是由于不规律的 这个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引起的 他比如说他是 4号这个比较 辛辣的油腻的这个食物 那么他的体质就会带来什么呢 他就是有一种羊热的体质 他就会感觉到 口渴 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爱上火 口肝 头面部或者是皮肤 爱有这个肩肿 或者是起这个发炎 这个红肿热痛的 这一线的这个肩肿 另外就是爱 得各种系统的这一个感染 就是中医上讲的爱上火 这样的这种体质 我们就要跟他分析 你这个就是重脆吃西药的话 他不会消除你这个 长期以来积累的这个 这个胃热和这个肝鱼 这样一个体质 就需要加一个中医 进行一个清热解毒 松肝理气或者是健脾 这一类型的药 那么 患者往往也会 就是很容易 去接受这个中医的 这个辩症治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